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南无阿弥陀佛 我前两天呢分享了一个视频 是劝大家戒杀吃素的 其中呢有提到三净肉 很多人不明白 我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三净肉 三净肉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眼不见杀 既没有亲眼为了给自己吃而杀死动物 或者看到动物被杀的惨像 第二耳不闻杀 既没有亲耳听到动物被杀死的声音 或者是从可信处听到是为自己而杀死的 第三不为己杀 既不是为了自己吃 才杀死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 如果我们去一个海鲜酒楼去吃饭 通常呢我们一进到这个酒店的 一进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玻璃柜各种各样的水产品在里面 好了 当我坐下来我点餐的时候 我想吃一条活鱼或者是活龙虾 现在的这些服务呢 让你去选一条鱼 然后它给你捞起来 守着你的面 啪啪的把那个鱼打死 证明就是我煮的这条鱼没有换 是你要的这条鱼 这就是你亲自看到它杀 为你而杀 这你就是杀生 还有如果到市场你正好看到摊贩 在杀鸡 在宰鱼 或者是贩卖的人告诉你 这是现在的鲜肉 这都不符合以上的条件 比如说你到了亲朋好友家里去吃饭 他们为了好客 特意给你宰鸡宰羊 来热情的款待你 让众生为自己而杀 这便不是三净肉了 这就是三净肉的来源 我在这里每天弘扬的就是让大家介绍吃素 可是吃素是需要有缘分的 就像我们念佛是一样的 不是每个人你生下来就可以吃素 生下来就可以念佛的 都是福报深厚的人 你才可以相信因果报应 相信念佛可以成佛 还有人说 佛陀当时也是吃肉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佛陀那个年代 佛陀和比丘们都是脱波起食而活命的 施主不施什么食物 你就需要吃什么食物 是不能挑食的 只要所食用的是三净肉 当时都是正常如法的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知道 我们能介杀吃素的 绝不杀生吃肉 就还是那句话 我们一定要警醒 因为我们杀生吃肉 带来的果报 都是自作自受的 千万不能想 我就是介不了 那怎么办 来的果报就要自己受 很多人就说 反正是不是我杀的嘛 那我是不会背因果的 错了 不是你杀 叫人杀 一样要背因果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叫杀的现世现报 这是高僧广化律师亲自讲的他的现世报的故事 很多人就说高僧大德 为什么还会生病呢 还有那么多苦难呢 因为高僧大德也是凡人 和我们一样 在没有出家的时候 可能也造过业 也杀过生 所以果报都要自受 没有人可以逃得过去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念佛了 可以重报 轻受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老和尚最后的日子也是在轮椅上度过的 这也和军女生涯中所犯的 为吃肉而杀生 因果有关 广化律师开始说 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我的腿是怎么摔断的呢 就是我过去杀的畜生太多了 虽然有的我并没有亲手杀他们 但却是因为我而杀的 所以果报就陷在我的身上 就在官房中 平地一交 折断左腿 虽然请了中西明医治疗 花费信重巨额的医药费 自己也受尽无法言喻的痛苦 一切治疗终归无效 制成跛脚法师 这就是我杀生持肉的夜报 虽然我后悔已迟了 但希望大家呢 以我此事作为前车之鉴 各自警醒 老和尚还说 民国63年端午节的前一天 我在官房中拜净土颤 准备要求往生西方 如果功夫好一点的净土颤修好了 就到西方去了 那些众生的命债要找谁算呢 当然这些债总是要还的 所以当我在修净土颤时 他们就来阻止我 不准我先往生西方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早上八点钟 我第一支箱拜下去 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朝着西方净土的方向走了 走着走着 后面有很多的鸡鸭跟着我 我心里就想 这些鸡鸭从哪里来的呢 我从官房望出去 官房外面的小院子里 一直通到马路上 从马路一直到南头的街上 接着到一个大操场 都布满密密麻麻的鸡鸭 其中还有猪 牛 狗 说到这里 我要告诉你们 我吃了很多猪肉 照理应该有很多的猪 为什么这里只有两条猪 我想起来了 因为这两条猪是为了我个人的喜事而杀的 其他的就没有算在这里面 至于一头牛 是民国33年 把养着的牛杀了过年 还有一只大狗 两只小狗 大狗是在抗日战争时代 军队正在撤退 我那个时候是军需 司令员派了几个士兵来保护我撤退 有一天船靠在岸边 我们就在岸边上走走 看到河的对岸有一条狗 我心里就动了念 自言自语的说 好啊 有狗 现在天气正冷 吃狗肉 很补的 排长听到我这样念着 拿了枪就将那只狗射倒在地 我们把船开了过去 就在船上吃了 另外两只小狗是民国38年 我当税务主任的时候 叫工友杀了招待客人的 所以这两条狗也跟在后面 事实上我也不是只吃了这三条狗而已 在狗肉店买来吃的可多了 而这两只小狗是工友杀的 但是由于都是我叫他们杀的 叫人杀 这个罪还是算在了我的头上 所以不要以为杀畜生没有关系 到将来修行用功 用到得力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阻止你前进了 你们听了我这一段现身说法 切身之谈 就警醒不要去杀害畜生 有的人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病 明天那个病 想修行也没有办法修行呢 要怨谁 怨你自己杀害的众生太多了 也许你们没有遇到这个境界 你看不到 但是在冥冥之中 他就来障碍你修行 所以修行人如果经常生病 趁年轻就要赶快忏悔业障 若是老修行人 越修行越生病痛 那就表示你快要往生西方了 或者就要出离三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无始劫来的业障 都开始来算账了 到现在这样的病苦 算是重报轻受 应该要安心受报 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当初我如果没有杀那些猪狗牛 现在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 至少比现在要好一点 他们不会来障碍我修行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要把我个人切身的经验告诉你们 将提醒 除非不要杀害畜生 乃至一只小蚂蚁 都不要无缘无故的去杀害他们 杀了他 他将来就会障碍你的 广化法师的这个开示 这个故事 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 一定要 戒杀 吃素 你只要吃 就有人杀 这个就是渊渊相报 何时了 你只要造了 无论你是修行人 高僧大德 其实最后都是要受报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修行念佛了 都是重报轻受而已 不然的话 果报是很严重的 我们大家想要减轻业障 唯一的办法 就是诵经 念佛 持咒 回向 忏悔 超度这些我们曾经伤害的 友情众生 这样呢 我们的病情就会减少 业障也会减轻 生活就会美满幸福 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今天开始 戒杀 吃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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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